哈喽哈喽大家好我是津津乐道的朱峰 大家好我是舒奇 这一期节目的开始之前必须要给大家带来一个小的福利 然后我们津津乐道团队这次联合了喜马拉雅 专门为我们津津乐道的听友开通了几款商品的特别的超低价团购 然后这些商品呢都是由我本人亲自 根据之前我们在节目里头聊过的一些好物 包括我们听友们可能会感兴趣的方向 专门进行了一个选品 所以我们就拜托喜马拉雅的电商的同事啊 去跟供应商打了一下价格 把价格给打了下来 这个价格确实比官方渠道要低很多哈 来吧哪四个产品 然后舒奇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吧 第一个产品呢是之前在津津有味的节目 叫以为是这届厨房工具不行 原来是我不行 这个节目里头介绍过的一些小家电 其中我选择了我自己最喜欢 也是使用频率最高的两个小电器 第一个是摩菲多功能锅 然后这个是一个二代的标准款 货号是M29099 原价是1049元 哎喜马拉雅给我们的专享价是849块啊 便宜了200块钱啊 对 然后这款锅的话呢 它给我们的是一个标准款 也就是有身主锅加真格加牛排盘的这么一个套装 哎但是跟我们节目里介绍的不一样啊 它是二代升级款 对我们之前买的是一代 哎接下来呢 第二个呢是之前莉莉也推荐过的美龄空气炸锅 这次给大家选的是一个六升大容量270度可视的这么一个空气炸锅 它是正好能够从我外面的这个玻璃罩子看到空气炸锅里面 看到里面的东西 对 它原价是399元 给我们的听友专享价是219元 哎又便宜了快200块钱了 第三款 另外呢之前很多人在群里头留言都在问我们津津有味 怎么才能够入门一下营养学学习一下知识 那我们莉莉也在节目里头推荐过很多次 就是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版本这本书 哎这是一本书啊 这次呢也作为福利带给大家 原价是78元 我们的专享价是62块2便宜了15块8 呃最后一款其实是我帮大家选的 大家可能在洗澡的时候听这个播客可能会有很多的刚需 所以帮助大家找了一款可以在浴室中的防水的索尼便携蓝牙音箱 这款的货号是srsxe200 行货的原价是1199元 1199元 然后我们也把价格打下来了 现在咱们的听友只需要不到1000块钱 999 哎又便宜了200块钱 而且它是索尼的哦 嗯 防水音箱 然后提到的这些商品呢 有两种的购买方式 第一种方式就是如果你是喜马拉雅听友 你用喜马拉雅APP下载本期节目 就可以在我们的节目页面里头找到小黄车 然后在小黄车里头直接下单购买就可以了 嗯 另外一个呢 如果你现在收听的APP不是喜马拉雅的话 你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听友群 来获取我们的这个购物链接和下单的地址 如果你还没有加到听友群呢 可以加我们小猪手的微信 也就是搜索微信号 DAO160301 DAO160301 然后加小猪手 刚小猪手 我要折扣 我要优惠 然后他就会给你拉到群里 并且把折扣和优惠的链接给你 好 那我们的这一期小小的带货就到这里 然后请大家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主题 本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 剩的食材怎么让它变好吃 有的时候你觉得我明天准备好带饭了 你想的美 这个就属于做饭两小时吃饭五分钟 它的目的是为了让它变好吃 不是为了省事 什么叫货子饭 就是山西的一种定时 定制遮罗 特别香 按时间算 你早上炒的菜到晚上它也叫隔夜菜 微生物可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 人家可不睡觉 大家好 新的一期津津有味 这次我们邀请了带过饭的老板娘 我们来聊一聊吃剩饭的问题 欢迎老板娘 我的最爱 这是我刚刚听朱老板说 老板娘每年为了吃剩饭还得拉两个肚子 就是食物中毒成了家常便饭 就之前那个隔壁友台也问过 为什么你们家就是一天到晚食物中毒 你也很奇怪 我动不动我就拉肚子 就想呕吐就发高烧 其实就是因为财迷 就是我经常会懒得做饭 所以一做做一大锅 这样的话我第二天就可以吃剩的 吃完剩的我还可以再带一点当中午饭 然后我就经常就会这么干 所以就有的时候 比如说第二天要突然外出 跟别人在外面吃 那我那个剩饭不就 又放一天 又放一天 对然后又可能第三天 我又一出差对吧 我又没吃成 然后第四天就财迷 就开始把一个剩饭一吃 然后我就开始拉肚子 那绝对得进医院了 这多少是有点自保 对我经常这种 一边喷 然后一边拉 然后一边这个高烧不退 怪不得 我那次工伤 你表现的非常淡 家常便饭 你们体骗一下这个什么食物中毒的感觉 每年都有好吗 就我们为什么要聊这个是因为我前两天发现了那个河马他一个官方的博客 然后他们其中有一期是聊烘焙的 然后说到了这个面包还魂术 其实那期我听过了 但是你说的时候完全没有印象 我就回去一看 就聊了几分钟 对就聊了两分钟 而且讲的很简单 然后就觉得面对打工人这个庞大的群体 就我们都是打工人嘛 然后群里头也老有人在问我们说 哎呀怎么带饭呀 因为带饭其实你带的肯定是剩饭 对包括什么菜适合带饭呀 因为大家对于亚硝酸盐是有迷思的 对 再有就是我最近发现咱们很多听友开始了新生活 single生活 哎你是说我吗 没有没有就好多人就比如说从父母家搬出去了 对自己住了 然后自己租房子 有这个需求了 对很多东西我发现他们都是从头开始学的 真的 包括买东西怎么筛选工具 工具和调料我们之前都聊过了 其实可以如果有一些需要更新的我们可以在群里交流 对 那我们这期想聊一聊关于吃剩饭 或者说怎么处理剩饭 包括一些剩的食材 怎么让它变好吃 因为其实我们大部分人是不太可能精准的掌握自己的生活节奏的 就很容易比如说你买什么东西囤多了 或者说热多了 做多了 怎么才能让它第二顿还好吃 因为其实浪费对很多人来说是个心理负担 是的 尤其是中餐 你还跟莉莉那种 哎呀漂漂亮亮的这个西式简餐不太一样 我那个就是一人食嘛 对 你那个是特别容易掌握量的 就是我了解或者说我清楚我这一顿需要吃多少 对 我也知道我的食量是多少 我按什么样的比例吃 然后我每一个食材我都是按份给它分好了的 这样的话我每一次热只热一份就可以了 但是正常来说 尤其是咱们炒菜啊什么之类的 你很少说我就炒250克菠菜 多少听这是有点离谱 这期的内容大部分是方法论 我们会尽量按照条理来聊 也方便我们的野生课代表来总结在评论区 每一期都有课代表 那我们就先从看上去好像要扔的东西 怎么去挽救它来聊起 还是还魂术 对还魂术 我们最近聊的比较多的是面包 粮食 对 主食 对 因为菜肉什么的其实好处理 要么就继续吃 要么就扔掉 我觉得菜肉如果你做的不那么咸的话 一般剩不鲜 但是粮食其实确实是 比如说剩米饭剩面包剩馒头 很多人确实是不知道他下一顿怎么做才好吃 他连保存都不会保存 我们家就是每顿饭做米饭 几乎都是做两倍的量 就专门是为了让他下一顿还能吃 对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你做米饭时间特别长 他那个小米那个垫饭锅 就要么就是最短四十分钟 正常的就是一个小时 对 比如说我今天就是到家 可能他就是七点钟了 然后我就是要赶快做饭 我可能就等这个米饭等四十分钟或者一个小时的话 我就吃不上我就饿死了 闹心 对 我一般情况下就是我就会做两勺米饭 然后今天吃一半 然后存起来 冷藏 然后明天再吃另一遍 而且我发现有些就普通的垫饭锅 贵的我不知道没用过 普通垫饭锅它那个快速饭做的不好吃 对 就得精煮 对 我没有用过 我回去试试 我那个高级垫饭锅是从日本背回来的 其实我感觉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对 除非还可以预约 这预约功能我之前是总用 就上班之前先把米淘好 然后就放在里面 然后呢 定时八小时之后 然后对 加好水 然后下班以后就蒸好了 我觉得也可以 那我们就从米饭开始聊吧 可以 行 首先我的个人习惯 因为我喜欢吃硬饭 我也是 我做的那种米饭是 稍微晾凉一点 就能直接炒饭的那种 薛尾有一点点加生 对 偏硬 九分手差不多 对 如果你是希望用炒饭的形式来改造剩米饭的话 我觉得可以稍微少放点水 比如说我们以前就是测量那个水位的时候 我们把手伸进去嘛 就一个止度那个高度 我会在75%那个高度 欠一点 对 我是按1比1的那个体积去蒸 然后如果要是今天我确定这个饭我要炒 我差不多就是1比0.9到0.8 我其实不是很喜欢用隔夜饭去炒 咱们都是接受的一个观念 就是隔夜饭更好吃 但我觉得隔夜饭它的湿水程度 会让你觉得这个米饭不香 而且不均匀 外头的干本的都已经老化了 对 里头还黏黏糊糊 对 这可以说一个方法 就是比如说炒隔夜饭 我会提前再用手戴手套把它捏散 此操作有风险 这个选择虚谨慎 你戴着手套在那个装米饭那个容器里捏散 不是伸进锅里捏散 因为你翻米饭扔进锅里之后 你去摁它 有的人他是会把锅粥翻的 然后有的人会 比如说他火候掌握不好 你把米饭摁散了 底下的菜都糊了 我觉得这是一个方法 然后我们其实是想跟大家说说 有哪些搭配能让剩炒米饭更好吃 我是没有鸡蛋的不吃 我必须得有鸡蛋 我是会先在剩米饭里打一个蛋 哦你是这个流派 剩鸡蛋先打在剩米饭里头 因为它这样的话才能制造成它历历分明的 叫国美科米饭 对 就之前的话呢 我也是先打鸡蛋 然后再炒米饭 然后它就那个样子了 但我后来炒的时候放三四个鸡蛋 一两个先打在米饭里面 这样的话 它就先散掉以后 然后再另外两个放到锅里 我先给它划散 然后再把那个米饭再倒进去 它是剩饭处理大师 我还没有尝试过这么做 我是喜欢看到鸡蛋本蛋的 我也是 所以我要先炒鸡蛋 我会一半一半 你先炒一半 再泡一半 对 甚至我会不把鸡蛋处得那么碎 我喜欢大块的鸡蛋 然后我做炒饭 就如果放肉的话 我喜欢放午餐肉 腊肉 就有点油的 腊肠这种 有香味的 比如说我先炒点猪肉末什么 这些我就觉得 没味儿 那你肯定不炒虾仁 我特别爱吃虾仁炒饭 Tips就是把虾仁钻干 否则你炒的时候 特别水不难受就出水 对 然后你再把饭搁进去 就变成粥 就那种黏黏糊糊的 本来我好不容易焖成九分熟的那种 硬米饭就不行了 我们上一期刚说过好吃的炒饭 我是从田螺那边学到了酱油炒饭 我以前是放生抽 其实应该放老抽 它有颜色 你知道生抽是会用这个图语叫八锅 它会让这个锅里东西变糊 但是老抽就不会 然后我今天还复习了它 就是关于这个咸蛋黄酱油炒饭 这个视频 听着就好吃是不是 然后他说了 如果是蛋炒饭的话 建议是新鲜的鸡蛋加米饭 盐白胡椒粉 小葱和几滴老抽 如果是酱油炒饭 就是鸡蛋米饭 盐白胡椒粉 小葱和大量老抽 我没有炒过有颜色的 我非常喜欢酱油炒饭 我喜欢 但是我感觉我做不好 我就是在湖南生活那几年 就是养成的这个口味习惯 就是酱油炒饭特别香 特别香 我原来会觉得 为什么我炒的不够香 后来我才知道 不是用生抽 因为老抽是有咸味的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自己炒的时候 因为你油不够宽 再加上生抽 它就特别容易八锅 特别容易底下炒成一嘎味 然后还翻不动 然后我后来又发现 往里面放海苔也特别好吃 其实跟你放虾仁是同理的 半饭都好吃 香味 就如果你手里没有海苔的话 你可以拿那个紫菜 我也想说剪一剪 在锅里背一下 让它变成发绿色 烤紫菜 对你把紫菜变成了海苔 然后再去炒它 四层墨 再稍微撒一点点芝麻 对 那你是不是会还得摆个盘 放到一个碗里头 然后再倒扣过来 一时感拉满了这就 我不会 我不喜欢那种 跟盖饭似的那种 我喜欢抖的散散的 我也是 一大盘 然后还有一种 就是现在我们特别好买到 葱油酱 对 就是现成的那种 往炒饭里面放 也特别好吃 哎呦 这个没试过 你试试 因为它本身是油的 它不是说水的 所以它会让米饭更油润 对 我以前试过牛肉酱 也差不多 或者老干妈之类的这种 有很多的这种酱 炒出来 能不好吃 我说老干妈里头还有肉丝 所以那根边肉丝 老干妈是我们家的常备 就是必须得在炒饭的时候放一勺 就炒的时候就放 对 或者也有那个 川南辣椒酱 我为了吃那个 我可能炒一盘米饭 那个跟米饭是炒米饭绝配 你们有没有发现 有什么菜是适合放进 这个我还特别想问你 因为你看 如果我吃炒饭 我们肯定是为了省事 对吧 所以说按照你们之前的那个食谱 那就是说一定要是素菜跟肉 它都和米饭的按照一定比例 这么吃才能比较健康 但一般我们炒饭里的 其实都是放肉 或者放单 南辣椒和碳水都有了 那这个菜怎么办 这个是一直我百思不得其解的 你要问这个问题 我会跟你说另炒一盘 那我不就是像是了 做炒饭的这种便捷性 就没法平衡这件事 我要说的是 炒饭其实并不省事 我也觉得是 所以如果我要另炒一盘 我可能就另炒一盘以后 然后再把剩饭热一下就完了 我不会把它再炒一遍 你要是这个诉求的话 我们接下来会说 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就是我们在这个环节 说的所有的方法 可能是复杂操作 它的目的是为了让它变好吃 不是为了省事 继续刚才那个话题 我觉得蒜台这种东西 特别适合扔进炒饭里的 就是你能把它切成 跟米饭差不多粒的 这种食材 没错 包括韭菜末 其实也行 就不要炒太老 淋出锅撒一把 其实跟小春的作用 翻一下 对是差不多的 呛个锅相当于 秋葵它 秋葵炒饭 有没有这条菜呀 没有吗 没吃过 你们都没听说过吗 我不爱吃秋葵 我也不爱吃秋葵 那西葫芦呢 西葫芦太水 但是你要去掉 羊是可以的 如果西葫芦和黄瓜 我可能会选黄瓜 黄瓜可以 但我也要去羊 然后切的丁小一点 对 你知道有些山寨 扬州炒饭 就是里面放什么 青豆 玉米 胡萝卜 包括黄瓜 西葫芦 青椒 都是去掉羊子的一些部分 因为羊是水分的 主要来源 它只保留 沾着皮的那一段 那你看它这个 就有点浪费食材 然后我们可以单吃 可是这样会让米饭变好吃 OK 然后继续你刚才提的那个问题 我觉得可以做成拌饭 这个更简单 带焦饭是吗 你可能没有印象了 以前我做过一个就是 剩米饭 我把它拿微波炉 先热一下 热透 然后再把它放凉一些 记住啊 是复杂操作 我的目的就是为了 让它变好吃 然后呢 我焯水 焯一锅虾仁和花蛤 把肉都剥出来 然后处理成 跟米饭差不多大小的那个肉末 然后放点辣椒 放点蒜末 放点韭菜 最后淋一圈 寿司酱油 做成拌饭 海鲜拌饭 特别好吃 我已经开始咽口水了 今天我嘴皮子也有点不太利索 因为嘴里有个泡 但是刚才也一直在分泌口水 听着就过瘾 这绝对不方便 而且这个就属于 做饭两小时 吃饭五分钟 这种拌饭 我不可能洗脚满眼 太香了 就当你口水 大量分泌的时候 你是会不自主的吞咽 是的 那你刚才说的是哪种 秋葵还是什么 秋葵啊 我觉得它可以做成焖饭 焖饭 烩饭里面放它 因为焖饭和烩饭 有一个基础 就是你需要有一个 稍微宽汁的一个 水果囊机的 对 比如说什么番茄牛肉烩饭 包括什么咖喱土豆烩饭 这些都适合把剩饭扔进去 让它咕噜起来 就可以了 包括那些有土豆的剩菜 对 比直接拿它盖饭 要香至少五百倍吧 你算过什么 你比如说 萝卜烧肉和土豆烧肉 它的烩饭的 这个味道是完全不一样 萝卜烧完肉汁是轻的 土豆烧完肉没汁 那是这样 对 完全质地是不一样 就是彻底糊化 就是有番茄元素 有咖喱元素 有糊化的土豆的元素的 烩饭和焖饭都特别好吃 香 而且这个时候 它就不再考验你 这个饭蒸的怎么样了 对 你还要再加热一次 对 你就算是做成九分熟 再加热一次 它也就熟透了 对 所以这种相对来说 可以做的稍微软一点 偏软一点 我最近看见一个叫汉堡焖饭的 把汉堡搁到里头拌起来 你说的是不是那什么马克定石 我不记得在哪看的了 反正有这么做的 汉堡还是汉堡坯 汉堡 就是麦当劳两个巨无霸放进去 然后拌起来 不是切吗 撕开 就是你焖完之后拌完了 它就是碎的了 是不是有点像之前 那个流行的一只番茄焖饭那种做法 有点放在中间 对 好奇怪 我不是很能接受 但是我看感觉味道应该还可以 就那天群里面的讨论 马克定石 我不是很能接受 比如说去便利店买一个泡面 买一个饭团 蟹棒 什么香肠 然后全都倒在一块 我不能接受面条里面有米饭 这个事必须要cue一下货子饭 什么叫货子饭 就是山西的一种定石 这种石看还像那么高级 就是它的精髓在于剩什么往里倒什么 它的底是小米粥加面条 但是你可以把剩的米饭倒进去 这个底都很离奇 为什么底能是米饭加面条 就是山西人小米粥感觉是一种仪式感 就是我好像不管吃什么 我都要熬一锅小米粥 也就是说你刚才说的这个底 不是剩面条和剩小米 是直接煮的就是小米粥加面条 不是 是小米粥 然后剩的面条 然后扔进去 然后剩的米饭扔进去 剩的菜扔进去 就是煮食遮罗 对对对 遮罗 然后再把剩菜也扔进去 再包括菜汤什么的 我不行 我得个上力 但是我发现周围爱吃的人 我们尊重所有爱吃他们 对就特别爱吃 我喜欢分明的东西 我不太接受这种混在一起的 但是看我父母长辈吃的还挺像的 其实天津 我看他们有些人拍那个吃播 专门吃遮罗 包括吃大席的时候 就是特意让自己的妈妈去 从席上拿来别人家过的剩菜 说那样香 我不太想 这边有好多店 他那个直播就是 做一大锅遮罗 都是新菜 桌上摆个十几盘 然后当着你的面 哗哗哗往里折 然后那种 可惜两人几个 虽然我不接受 但我还是在一直这样口吹 有人爱 而且我觉得这种可能就是 他吃的就是一个复杂胃型 而且你看这种遮罗 他肯定不会是明显 胃型不一样的几个菜 大概率是差不多的 不不不不 特别奇怪 什么都有 滚饱鸡丁 混鱼香肉丝 混香肠 混黄瓜炒鸡蛋 混黄瓜炒鸡蛋我就不行了 混什么大虾 肘子 带骨头的 带皮的 带刺的都扔进去 对 花来我给你找 就天津有名的 表情逐渐真离谱 其实我觉得老味炒饭 有的也是这种流派 就是各种料 就是你可以点嘛 我想要什么虾仁 肉丁 肉丝 什么鸡蛋 全都混进去 就给你炒 我能接受 因为它是炒饭 它是有名词的 我能接受它是因为它是新的 对 新出锅带着锅气的 对 它是这边为你制作这一道菜 它是定制的 DIY的 定制遮罗 我还真是发现我在外面点炒饭的概率还不低 是因为它不太能用料理包 你必须得现炒 有 现在有 罐头炒饭 就一撕开里面就是现成的炒饭 对不起 我打破了你的 好吧 作为食品工业从业者 我表示非常的惭愧 你落后了 这个说完了 然后我发现有很多妈妈会给孩子拿剩饭做饭团 我看很多人就是美食博主还会参考日式那种烤饭团去处理剩饭 还买各种各样的小模具 对 包括两片午餐肉 加一个饭团 拿海苔一卷 然后做什么各种眼睛鼻子小动物的那种 它那个剩饭里头也是放一点海苔 放一点肉松 还有芝麻 对 然后你撒进去以后戴上手套团一团 然后你就从一个圆球这么吃 特别香 就小孩子带饭是他其实挺喜欢吃的这种 他也没有那个剩饭的那种感觉 但是他又有那个鲜味 而且特别好玩 对 现在出了好多模具就是各种形状的嘛 还有一些就是形状比较规整的 比如说圆的或者方的 你把饭扔进去之后你就晃 拿出来就是个球 这种就是还可以让小朋友自己去做 他的参与感就更强 而且他也好看 他有可能就是 本来就刺激食欲嘛 然后接下来 还有一个比较常见的就是做成粥 米饭做成粥 米饭加水 可以 尤其是如果你是计划做成粥的 你就提前把它冷冻一下 对 更容易散 它里面水不就膨胀了吗 在冷冻的过程中 然后一煮 马上就开花了 我说怎么就是我做成粥 从来都是米饭加水的 不是 特不成那个就是开裂的那种状态 动一下 我其实以前经常这么干 因为我第一次喝咸粥 就是在湖南 就我第一次喝皮蛋瘦肉粥 但是第一次的经历不太好 是因为他放了姜末 后来 是的 你看咱们现在点外卖 经常能看到各种粥店 它里面有很多这个名字 是能帮你打开思路的 你会发现 其实有这么多咸粥可以DIY 有这么多甜粥可以DIY 我就拿牛奶 加奶粉 加红枣 做过甜粥 我也会加奶粉 我甚至不加牛奶 很香 就直接加奶粉 包括我做拿铁的时候 或者说做自己在家做奶茶的时候 我都用奶粉 就是我不想用牛奶再稀释它一遍 刚才所说就是冷冻米饭这件事情 就是我也是从朋友那儿学到 就是他蒸完的米饭 我一般都是放在保鲜盒里头 冷藏 然后第二天吃 他是在他的冷冻室里头 常年有一包冻米饭 这个我还是打开思路了 就是说他 比如说今天想做饭 没有主食的时候 那我就拿出一块来 对 而且这个方便定量 你看咱们减肥群 自从我们在里面 偶尔会安利一些收纳工具 因为有些人的冰箱 真的是乱七八糟 然后他就会发现 有很多收纳工具 是可以用来给自己做定量的 这个主食的 尤其是对于一个需要减肥的人来说 可能主食定量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所以他就会买那种非常小的那种模具 一小格一小格的 然后你吃的时候提前拿出来缓化 第二天 拿一格出来就行了 对 第二天微波炉一打就行了 也解决了你每一次焖饭 焖一点点 还得一个小时的这个 对 因为我找过很多那种 艺人的小电饭锅 好多都是杂牌的 是的 你不敢买 是的 我曾经有过这个困扰 也研究过一段时间 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然后还有一个稍微有一点安全风险的 就是做成牢骚 我这个不说话 我的态度非常明确 不建议大家在家做发酵的东西 牢骚是用剩米饭做的吗 你可以尽量不要让它去糊弄你 接触过口水的筷子和勺子 因为好多人做牢骚就是用电饭锅 对 其实就是一个加菌种保温发酵的过程 最好是不要接触其他的杂菌 然后建议是用糯米 但是大米也可以做 你看你还是说话了 就忍不住对吧 那我是不是可以发散一下 我做什么米酒 这就是米酒 做完以后米就是米酒里的米 米酒就是米酒里的酒 咱还是晚上吃的吧 我觉得 这么多花样 主要是我记得某一期的评论里头 有过一个听友跟我讨论 他为什么发牢骚总是有问题 我没有忍住给他留了眼 你知道那个抖音上那个有个博主 他现在改叫陈老师什么不爱什么什么 原来他尝试过什么火龙果米酒 我看见了 对吧 每次都失败 每次都失败 我也觉得很 我的心态就是我能劝主一个算一个 因为这个东西风险太大了 如果让我提建议 就你非要做 我的建议就是加大接种量 多加种子 让它尽快的发酵出酒来 以抑制其他的杂菌 翻篇吧 我觉得得在生日食里干这事 说完这个我们家里经常会做的米饭 然后咱再说个面条吧 剩面条你们一般都怎么处理 不生 就是煮好的还是生的 煮好的 煮好的才难处理 生的你不动它就是了 对 因为我觉得好多人经常高估自己的饭量 因为你不知道煮多少 面条主要是分湿面干面半干 就是它出品不一样 你可能是好像感觉都煮了那么一把 你如果煮挂面 煮出来是一斤 煮湿面可能煮出来还会稍微缩一点水 也不一定 或者说它肯定膨胀系数没有那么大 而且剩的面条就 它有的会发 有的会坨 然后 长毛的 对 你第二顿再处理的时候 不是你想象中的抖伞 你就能做炒面了 抖布伞 对 抖布伞 我就是每年初二不得做面吗 天津味的做达卤面 然后我们就会买那个面条 就每次我都放多 然后晚上想再吃或者第二天想再吃的话 那个面条一放到水里头 它就不是一条了 对 它是一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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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面筋就已经失效了 没有办法 这个原理是吗 面筋就是它形成那个网格结构 它是有寿命的 我以为它就是煮过火了 不是 就是面筋它会随着时间 然后慢慢断开 这跟我冷藏没有关系 冷藏会加速它断开 我觉得这种情况其实可以 你炒一个宽汁的菜底 把面扔进去 让它做成会的 咕嘟咕嘟做成会的 番茄鸡蛋 然后往里头扔点面 对 就可以 或者说我们把那个菜卤子 加点水 直接往里头 会点这个面 可以 炖一下 宽汁是最好的 变成焖面 对 就是你可以用勺子吃 就不要再计较什么 筋到头 加不起来了 所以我这个时候的方法 之前我操作错了 我不应该给它扔到开水里头 再煮它第二轮 哦 你还煮一轮呢 它可能是想消毒 我觉得你甚至可以把它扔到 纯净水里面扒了开都可以 你不要再煮它 不懂啊 你会给它煮成面粥的 你要知道我自己做面条的经验 也很有限啊 就是变成片汤 嗯 啊 对 而且还是那种 糟了八戟的片汤 对对对 反正我之前尝试过 把它做成煎饼或者披萨 哎 这个好 就你省得抖开了 就把它 你平底锅热完 也是要多加点油 嗯 把面条平铺在上面 按紧 然后浇鸡蛋 嗯嗯 然后翻面 有点类似于 抱蛋煎饺那个做法 对 就把它当成一个整体处理 对 当成整体 然后 其实这个核心就是 别糊锅就行 对 嗯 那你需要给它翻面 然后这面再煎一煎 对对 哦 两面都需要 当饼吃 当饼吃 饼撑起来就给看这事 还可以 可以 三明治鸡 对 三明治鸡 你看最近咱是哪个群 有听有 天天迷恋在办公室 用那个土司机 可开心了 对 其实那可以压面条的 压万物 对 你剩面条铺在上面 然后把盖一盖上 然后就变成一个面条饼 打个鸡蛋也行 哦 OK 是好吃的 你知道有人拿这个东西 直接做方便面吗 宽面条吗 宽面条肯定不行 不是肯定不行 就是不太方便 最好是挂面那种细的 然后煮完了以后 给它摆在里头 喷点油 然后一烙 那我空气炸锅 是不也可以干 可以可以 喷点油 然后你给它摆进去 就让它湿水 对 放点子然花椒 听起来还挺好吃 大焦面 当零食 我就嚼一嚼都可以 嘎吱嘎吱的 对 你这肯定比 就是它那种油炸的方便面 要稍微健康一点 嗯 哎 那我温度需要多少度呢 这个具体参数 大家去下厨房照吧 好吧 对 我这次在找的时候 我发现 还有一个叫面条糊饼 我觉得北京人应该能 愿意尝试一下 就你们吃过糊饼吧 老北京那种糊饼 糊涛的那种 不是 棒子面 然后烙熟 然后上面撒韭菜炒鸡蛋 然后要对折吗 不对折就是一张饼 然后吃的是披萨 对 只不过底是棒子面的底 我没有吃过 然后 哎 我就不跟大家说具体步骤了 你们可以去下厨房 搜一个叫 和亮大厨 和 寄生于和生亮 那个和亮 哎呦 对 它是有视频教学的 哎 我看完这我都想吃了 你知道吗 因为我本身是喜欢吃 韭菜鸡蛋这个搭配的 它 鸡里面你也可以 对 是可以的 然后 我觉得它就相当于 把韭菜鸡蛋的饺子 做成了一个 敞着环的饺子 对 敞环的 粗凉 韭菜鸡蛋饺子 好吃 听起来就挺好吃的 我又咽了咽口水 然后面条我觉得其实没有太多可以发挥的余地 就是像你刚才说的 它一段一散 它就失去了面条 你吃它的时候那种筋道啊 是种追求 所以就是如果你真的觉得你在煮出来的时候就意识到煮多了 你就把它过一下凉水 拔一下凉以后稍微给它滴几滴油拌开 对 相对来说能不妥 不那么妥 你就想想那个武汉他们卖热干面那个摊 它不可能 就是你 你要一碗它给你煮 它都是提前去抖散的 对对对对 对吧 加油 然后用电风扇去吹干 对让它快速的变干 对 不要一点一点两干 一点一点两干可能会回升 嗯 米饭面条 然后咱说说馒头 剩馒头其实可发挥的余地特别多 我最爱吃炒馒头了 基本上跟面包的处理方式 差不多 对 但是它特别适合做成中式的 因为它没有底味 比如说自然炒馒头 馒头丁 对 什么青椒鸡丁炒馒头 各种炒馒头 对 对 就是跟炒饭似的 炒饭我是必须要有鸡蛋 炒馒头我必须要有豆芽 我是这就有客人搭配的 炒馒头还有这条菜呢 有啊 有啊 炒馒头丁 就只用豆芽吗 不是不是 就是豆芽是一个必选项 那还有啥 我一般大概率用的是豆芽鸡蛋韭菜 然后有的时候可能加两个虾仁 或者是虾皮 炒三盒菜 差不多 我一般就是你记得有一次我在你家拿空气炸锅处理那个吃不完的面包 撒孜然辣椒芝麻盐 椒芽都行 就当小零食吃 那个第二天被他们抢功 特别脆 但是他第二天他可能稍微会有点反潮 也可能是一边我当时保存的条件不太好 馒头是不是也可以 可以 而且你知道有的时候你处理面包的时候 面包是有底味的 有的是甜面包 你做成咸口就会很怪 可是馒头就不一样 你怎么发挥就随便你 比如说 我觉得馒头是可以切片 然后涂上黄油 撒蒜末和葱末 做成那种 就是蒜香发锅的那个感觉 对 然后还可以把它泡在牛奶里面变软 然后再扔进锅里煎 可以加鸡蛋 我这么着做过面包 吐丝 对 就做法式吐丝嘛 馒头也可以这样 可以 只不过它可能需要多泡一会儿 因为它内部的组织太致密 对 也不一定 就致密的是那种手工呛面馒头 有一些是很蓬松的 可是蓬松它也没有大孔 而且蓬松的那种容易糟 也会有问题 然后还有一个最传统经典的就是 煎馒头片吧 你们吃的煎馒头片是加鸡蛋的 还是不加鸡蛋的 我们家就是 亲爱的朱先生呢 这是他的最爱 他曾经为了打扫一瓶臭豆腐 专门买了好几筐的馒头 然后每天拿出来一个切成馒头片 然后蘸那个鸡蛋液 然后煎成那个条 坚决不吃新鲜的 就一定要吃剩的 没那么多新鲜馒头 他就买一兜冰起来 冻起来 然后抹那个 酱豆 臭豆腐 酱豆腐也好吃 酱豆腐好吃 好吃 我是习惯蘸鸡蛋去煎的 而且我会把调味搁在鸡蛋里 对 就不用再抹酱豆腐了 我小的时候 其实 哪有那么多鸡蛋 可以让你来煎馒头 都是泡在盐水里面 让它浸一下味 然后直接下锅炸的 对 也好吃 我们食堂是这么做 在我第一次吃着它的时候 那水跟油它不会崩吗 会崩 足够多就不会崩了 它就变成了冒泡泡 你第一次吃到的时候 就是惊为天 惊为天头 天头 对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因为我原来是没有吃过这种组合 就是这种做法的 我脑子里的煎馒头片 是一定要蘸鸡蛋的 你摸脑门干嘛 就脑子里的门 我觉得这就是那种传统的规训 就是比如说天津人的煎饼 就是不能加菜的 或者是不能加什么东西的 对吧 它就是这种固定搭配 我不知道是不是南方的吃饭 反正我第一次吃着 是在食堂的那个早餐的窗口 明显就是前一天的剩馒头 炸了一下 好酥脆啊 还可以蘸炼乳 不撒盐 蘸炼乳 哎呦 金银小馒头 哪家火锅店没有 而且它那个炸完以后 因为它的油足够宽 你快让它说 我就想到 那我在食堂里吃的馒头 难道都是生的 肯定是 金银小馒头 金银小馒头是 把油品 对 就是我接着说 它那个馒头片 如果稍微切到厚一点 它炸完之后 是外边酥的 里面是嫩的 对 特别好吃 还有就是 我看有人发挥了一下 他把那个馒头切成网格 然后往里面塞 芝士 我已经崩溃了 等一下 他把馒头圆形的东西 哪个位置切成 上面 就是你在这个上面 那个糊面 切成一个格子 一个格子的 井字形 对 切成井字形 然后不要切断 让它能更多的蘸料 对 然后你把它那个缝扒开 不要扒断 往里面刷什么黄油 芝士 往里面撒火腿丁 玉米粒 然后烤 它是个容器 最好吃 真的 甚至有很多面包店 都是拿这个方法 去处理面包的 对 我见过 他们放好多的乳酪 就是套路上头 有东西的那种 哎呀 我也验了 狠狠地验了一口唾沫 还有 就是你把馒头切成小丁 就摊在平底锅里 然后把它做成披萨底 也是你需要让它成型 就类似于你说的 那个面条的那个底 面条煎饼 但是你可以放很多 因为它是不规则的块 有时候会支撑扎红的 它跟面条不一样 面条你能铺平 馒头你就适合往里边 放点肉啊 放点这个丁那个丁的 让它尽量塞满那个 支棱起来那个缝隙 然后它就会变成一个 厚底的馒头皮 哎呀是 哎呀 真的炒馒头 你加点我们上期推荐的那个什么 六婆啊 脆红辣椒面啊 包括云南的湛水 贵州的湛水那些干料都好吃 剩调味 非常方便 你不要高估自己一样一样 放调料的能力 直接用六婆一点毛病没有 就那天有人在群里头问 大家用蚝油吗 我说蚝油对于我来说 就是个偷懒的用法 对 就是它同时代替了 盐 糖 鸡精 然后还有酱油 酱油 甚至有点芡 对 还有颜色 就是它加一个就OK了 对 非常方便 就包括这种什么六婆之类的 不要拿自己的业余爱好 挑战别人的专业 你这个处理不好 你这剩饭再处理 你还得扔 委屈 不要这样 还有我觉得应该很多听友都去过绿茶餐厅 那个面包诱惑 你把面包挖个洞 往里面填料 填什么东西 填的咸的 对 你把它放进空气炸锅 或者放进烤箱 都好吃 把那个皮再给它处理一下 变成酥的 对 哎呦 能不厌口水吗 还有 把它揉碎 窜丸子 炸丸子用 它会让丸子变得蓬松 这个 吸汁 这个我之前在一个研究的那个抖音博主里头 我才能 他们就是这么做的 我但是我还很奇怪 为什么要放馒头 类似于油条 嗯 它是 在里面加入一个其他形态的一个组织 嗯 疏松 多孔的组织 对 能吸汤 还能把肉稍微的不那么死 死式 嗯 就是馒头 如果你实在觉得已经硬的不行了 你就把它搓碎了 变成馒头糠 跟面包糠一样用也行 对 那它这个丸子是炸还是煮 我觉得炸好吃 别煮 煮可能会黏 嗯 对 它炸完以后 它这个面包 它和馒头 它会酥脆嘛 口感会更好 嗯 对 那我们就顺着说面包吧 嗯 面包其实还有点复杂 因为我们 希望大家先学会保存它 啊 这样能减少很多浪费 其实主食类的都存在这个保存的问题 对 就是比如说有一些 呃 不管是馒头 米饭 面条 它都涉及这个淀粉的糊化 对 和老化的过程 对 我们都不太建议你放凉了以后冷藏 对 它都存在这个淀粉老化的问题 建议就是比如说热着的时候直接冻上 对 可能能相对来说不回升 嗯 嗯 因为面包在七摄氏度的冷藏室 一般咱们是冷藏室是多少度 四度 啊 就是摆放一天 它老化程度相当于在三十度的室温里面摆放六天 就它会迅速老化 但是三十度又有一个微生物的问题 嗯 就是你很难平衡这个事情 对 所以我现在就是比如说这个面包是有馅的 一到两天之内吃 我就会把它放冷藏 其实还好 如果是一到两天吃的话 嗯 常温也可以 我就常温了 嗯 但有些肉馅或者说什么粮食馅 我觉得它会 立刻吃掉 难免会多买一些 嗯 如果是一到两天的话 我有的时候啊 也会动 是因为我发现现在的生活节奏是不太可控的 哎 就像老板娘说的 有的时候你觉得我明天准备好带饭了 你想得美 就这四个字 你想得美 就是明天你很有可能我要去陪客户吃个饭 嗯 或者是哎我要面完事以后跟这个候选人吃个饭 或者是哎我明天约了个朋友吃个饭 然后你这个事就从礼拜一放到了礼拜五 嗯 不拉肚子才见鬼呢 我说一句 非常真实的话 有的时候你真的舍不得扔 嗯 尤其是一盒 你没那么洒脱 你就觉得 就是我觉得侥幸心里是非常值得原谅的 原谅自己吧 大不了就是拉肚子嘛 馒头这个东西 就我带饭的那段时间 我会在公司的冰箱的冷冻室里头 啊 放一筐 那天做好的那些主食要安全的多 啊对 而且现在那区域的华人他们面包不卖了 但是他们之前那个面包是比如说八十克 嗯 或者一百克的那个主食的那个量 我觉得是整整好好的一个午餐的量 它能让你心里有数 嗯 面包比较容易定量 对 那冷冻的话 我之前就是因为我每次买那种大面包 比如说二百克一个的那种面包 我是提前把它切片 因为我不可能说每次都化冻一整个 对吧 然后再重新冻上 我觉得这种 我更能接受的是 可能我切开 它会流失一些水分和一些香气 但是我不用反复的去糟件这一整块 嗯 所以我就会把它切片 放进这个双层拉锁的这个保鲜袋里面 然后我看有的面包店的这个主理人 他是每一片用保鲜膜去缠上 一片一片 它是不是比较厚的那种片 比如说每顿吃两片 就那种量 哦 它是每一片用保鲜膜或者锡纸去裹一层 虽然有一点浪费这个膜和纸 但是它好像能避免一些流失 嗯 因为我发现 比如说一整个 我把它切开 放在这个冰柜里面 它里面还是渐渐的会有一些 冰茬 对冰茬 是的 还是会有 就是还是会有湿水的状况 而且你也不用去掰它 嗯 它会冻在一起 是的 是的是的 会冻在一起 对 然后我们在群里面其实分享过 我们从冰箱里面翻出来过 两年前的三年前的面包 也能吃 但是说真的还是新鲜的好吃 这是实话 嗯 我们也不提倡大家吃这种过期的食物 我曾经在别的面包群潜伏过 嗯 我不知道它是不是为了方便宣传 搞敌特的 他们会说啊 冷冻极永久 哎呀 这个其实 这是为了促进销量吧 对 其实我觉得如果你的冷冻环境 不会那么吃 总是发生变化 比如说你家老停店 嗯 那可能会差一些 或者你的冷冻隔 嗯 是相对来说分的比较开的 比如说好多门的那种 嗯 你面包的这一格就不动 啊 那是可以的 放在一个固定的抽屉里面 对对对对 如果是 比如说像那种双开门的 每一次打开 相当于所有的格都 招一次这个 对 室温的话 我建议不要放那么久 对 一般来说 比如说冷冻的硬鸥 一般一两个月 我觉得问题是不大 问题不大 基本上能达到新鲜的口感 然后如果是吐司的话 还是要减少一些 因为它太松软 太松软了 嗯 但是 你看咱们都吃过两三年前的面包 确实不是不能吃 但确实还是里面有点 有点类似 续 对 就是 发干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你虽然在冷冻时 但是它里头的油 还有坚果 什么之类的 都是在氧化的 嗯 你会明显发现里头的味道有变化 对 包括那个奶酪丁 对 它都会有一种渣渣的口感 嗯 我没有尝试过动 咸馅动太久 因为之前其余出过那个 鸡肉土豆的 我一般都直接吃了 根本留不住 对 没有尝试过 但是 椰蓉的其实还好 能冻上 很长一段时间 红豆的 就是那个红豆乳酪的 其实也还行 秘密的乳酪那个也行 嗯 甜馅相对来说 比较扛冻 对 那我们跟大家说一说 复热的方法 嗯 好多人不会 嗯 我也发现了 嗯 其实就包括我们 有的时候也不是说 所有工具 咱们都知道怎么复热 才能让它好吃 热归热 它不一定好吃 对 就比如说最偷懒的 就是微波炉嘛 但是你微波炉 出来以后 绝对是没有那个 外面的酥壳的 我偶尔会用微波炉热完 我发现底下是硬的 跟石头一样的 嗯 你也遇到过水 我现在大部分采用的方法 因为我知道 大厨之前 给我们的那个袋子 它是选锅品的 对 它是选锅品 它可以接受高温的 所以我会带着袋子 一块去热 如果要是不带袋子的那种 会喷一点水 但你知道吗 那个袋子 不管是哪种包装袋 它进去之后 那个字 叼腔上的那个 你就会觉得这东西有毒 就是看你能不能克服心里的那个障碍 你这样里面没事 但是外面那个字 确实就花的一片 而且如果带着袋子的话 我通常的选择就是 热的差不多就行了 嗯 我可能甚至不选择热透 就是它里头芯可能还有点凉 微波炉还是更适合软面包 嗯 我现在是用我们家那个 微生烤一体机 嗯 那个我会用微和烤的功能 嗯 就是它同时开始 微波功能是从里头开始热 嗯 然后烤的功能是从外面开始烤 嗯 这样的话它的时间其实 嗯 相当于两分钟嘛 它就是能够把里头也热透 然后外面还能保持比较松软的那种 脆脆的口感 嗯 比较接近于它刚刚烤出来的那个样子 就是我说的 如果你只用微波炉的话 几乎是不可能复现 外头刚烤完的那个脆壳的 对 包括其实我还试过空气炸锅 是不是温度敲得不太对 反正就是外面是够脆了 但是有点过火了 其实 我也经常遇到 就除非我就是想吃面包干 对 一种想吃脆生生的口感 否则我不太会用空气炸锅 嗯 它还是湿水太快了 其实你用烤箱 我们建议大家 如果你的烤箱里没有这个 喷那个蒸汽那个功能 哎呀 好高级啊 现在越来越多烤箱都带那个了 你就最好喷点水 对 喷点水 我其实在烤箱旁边是固定着 放一个小喷瓶的 每次就是里里外外 就是每个面全都喷透 当然不会说就是彻底湿透啊 当然你也可以找一些比较偷懒的方法 就是手用头底下冲一下 对 或者是有一盆水 你给它浸一下 对 然后再烤 就不至于那么硬 因为有的时候你会烤到 储上牙糖的 对 咬不动 对 但是它 我觉得这个水量就不是很好控制 因为我经常变成湿答答的 那个盘子上还有水 然后弄出来以后 上面是脆的 下面是都哦 我会用烤架去烤 哦 让它留下来 对 这个好 这个好 烤架 然后铺 几块油纸 就让它不要 就是粘在那个架上 粘在上面 这个是需要摸索的 就是有的时候你 偶尔做一下 你摸不到规律 对 对 像我现在经常就是 我中午摆的那个小盘 我就知道 比如说100度 我会定15到20分钟 我就让它慢慢烤着去 嗯 然后这个时间我就备菜 然后煮肉什么的 就完事了 而且我觉得不同的面包 它烤的时间不太一样 没错 比如说我那个微蒸烤 它一般情况冷冻起来 我是两分半左右就能好 嗯 但是一般全麦的面包 我就会选择两分钟 嗯 或者两分零几 对 它不然的话 那时间出来以后 就特别特别的硬 对 但是有馅儿的那种面包的话 我就会选时间 稍微长一点点 因为它冻结实了 对 它里面那个芯儿 真的热不透 对 包括它之前那个芝士的 那个东西 我觉得会给它切开 嗯 包括它那个里头 那个芝士 它永远还是一个块 对 因为你看现在我们 有时候刷短视频 有人会说冻啃好吃 但冻啃它问题 不是好不好吃 是安不安全 哎呀 可不是吗 嗯 还是要热透 冷冻的东西 大家都觉得冷冻是安全的 但其实有一些 能在低温 能在低温的菌 这个其实也要跟大家 再强调一下 我们之前说过 在冰箱里放东西 一定是熟的在上面 嗯 然后生的在下面 这样的话 防止你在放生的的时候 有东西滴在 熟的上头 嗯 这是很危险的 嗯 我还想知道 就是你们 比如说冰箱里头 冻面包的时候 那面包你们切 是用什么刀法切 比如说它那个长的那个 大乌包是吗 对 因为我之前 比如说它那个是个200克 然后我切成每个100克 一顿的吧 然后它 一开始我会给它平着 水平切一刀 嗯 这样它热的时候 它就是 不用再往里头 比如想加鸡蛋 或者加什么的 就不用再 热完以后再打开 再切下来 然后就会很烫 然后后来呢 我发现就是 就整个放进去烤 或者是切成小片烤 也OK 都可以 就看你想怎么吃 因为之前 我是打算做那种 被裹三明治的话 我就提前 先切开我再动 嗯 对 就拿油纸隔一层 这样的话 我就直接 就热两片就行了 嗯 嗯 我不太擅长 烫着 拿出来再现切 对 不行 很不太会操作 有的时候你面包刀 也不太好用 那个东西不好磨 它是带锯尘 它不能磨 它就有的时候是炖的 嗯 然后我是喜欢吃 开放式三明治的 所以我都是切成小薄片 哦 但是如果你想做那种 就是你就想整个抱着啃 那我觉得 一切两半就行 你最后是拿什么包它 就是 保身膜 保身膜 我就比如说一个200克的 我就把它按照我的量 切成薄片 嗯 然后重新原样拼起来 放回那个袋里 拉上 每次吃的时候 拿两三片出来 所以我之前 每次都是收到一 香面包 嗯 先处理 对 对 不能先让放在冷藏 或者那个冷冻 不能不能 当天我必须得晚上 得抽时间 再晚也得把它处理 嗯 按照份儿去先冷冻好 千万别嫌麻烦 这是最能避免浪费的 一种方法 是的 而且我上面 还有写上日期 哎 对 好习惯 一定要写 那圈子笔 因为你分装了之后 原包装袋就不见了 对 你真的有可能吃到 三年前的面包 然后还自己不知道 嗯 然后我之前 几年前啊 咱们减肥群 有人拿蒸锅热面包 用面包真的热的 软塌塌的 我还见过 拿蒸锅热 油酥饼的 啊 那个东西 拿干锅 就是 那凭点锅一煎 不就完了吗 油条 可能他也吃软的 就是溜 溜完之后 这个东西在我这儿 已经失去了 使用的价值 我觉得啊 蒸锅热面包 我能接受 除了起酥类的 可送 可送是绝对不能用 这不就是我说的 油酥饼吗 对 这是西式油酥饼 对对对 酥是不行的 还是微波炉吧 我觉得 或者平底锅也行 其实油大的 微波炉热出来 效果是不错的 嗯 松软点的 对 但是微波炉热 减水包 被裹 你会 咬不动 真的咬不动 嗯 除非你是套着袋子热 嗯 但水分失去 没有那么 我必须得承认 我对微波炉 不是很熟悉 因为我是图好看 买的一个 跟我家的那个 家具 style 配色基本一致的 但是吧 它的那个温控 没有那么精准 它就只能拧一下 你想定个 比如说定高火 30秒 绝对不可能 根本拧不到30秒 你知道我现在 都是怎么操作 我们家那个 虽然是 好像可以控制时间 嗯 我都是拧个两分钟 然后自己定个10 到30秒再拧回来 也可以 哦 可以 就因为 它第一分钟 是不太好用的 它只有往后 才好用 但是你那 非常精准 就是说你那个 计时器先打开 然后你俩 同时操作 就这边拿手机 对 描表 然后这边拧 那它就失去了意义了 我用它干嘛 我还得在旁边守着 30秒可以 超过30秒不可以 平底锅也可以 两面喷水 小火慢煎 不喷水一定会糊的 对 适合做开放三明治 它会煎出那个胶边 对 好吃的 就有点类似于 我们在面包店 能买到那种 奶香法棍 类似于用吐司机 烤完的吐司 我没用过吐司机 你是不是用过 吐司机 热冷冻的面包 巨好用 对 但是前提是 你这个面包能塞进去 切成片 对 之前我们家的吐司机 坏了 我就没有再买 但是之前那个早餐 我就是靠它 就是各种面包 你只要能够切成大片 放进去 然后它崩出来的时候 就是外焦里嫩 因为我的面包 全是切片储存的 我觉得我适合买一个 你可以买一个 而且它太有仪式感了 叮 而且 蹦出来 当年我买的那个 脆柏的吐司机 它前面还有放蒸蛋的果 就是你可以前面蒸四个蛋 然后后面是弄吐司 我每天早上起来 刷牙之前第一件事 就是把吐司扔进去 把鸡蛋搁进去 对 然后我去刷牙 刷完牙牙以后 这号就好了 咖啡也煮好了 对 然后我就可以直接吃了 它是定时的 所以你不用盯着那个火 薄翠 百翠 百翠 但是它现在已经没这款了 还得再找一找 然后它好多 选一个就可以了 它好多款 你看我们家咖啡机也是 然后我在那个 赵姐跟周迅的电视剧里面 看到都是同款咖啡机 我都不舍得扔它了 你本来都想淘汰它了 然后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些 花式的处理圣面包的方法 比如说刚才咱们说到的 法式吐司 泡奶 然后用黄油煎 这种其实是更适合厚吐司的 厚吐司 薄的那种一泡就拎不起来了 包括做成面包版披萨 对 面包版的橘什么什么 抹奶酪 抹酸奶 你把它扔在一个容器里面 或者说那个做马芬蛋糕 那个小纸杯里面 扔进去 然后撒点奶酪 就有点类似于做焗饭的时候那种步骤 包括烤干烤透 什么都不处理 就切块烤干烤透 然后拎上那个炼乳 哎呀 你这个眼神我就知道你要说什么了 还有一定要撒白砂糖 甜品里头砂糖是万岁 不是棉白糖 是白砂糖一粒一粒 叉叉的 我感觉是不是 应该是白砂糖的工艺相对更难 是因为它要求结晶嘛 就是要求这个糖的纯度更高 就是我们小时候可能是因为工艺的问题 小时候大部分都是棉白糖 对吃不着砂糖 现在其实你想买棉白糖都不容易了 还是砂糖更容易保存 还有就是 你们有多少人去过85度C 其实它应该叫85度 但是大家都喜欢管 念出后面那个C对吧 就85度C吧 它里面有一款叫凯撒大地 据说啊 据了解内幕的人说 它其实就是剩的东西就跟你传到一起 就是处理边角料的一种方式 对 它处理的边角料 然后被意外发现很好吃 然后做成这个单品 就是原先是处理的 现在是拿新鲜面包做 但是这个很好做 就是你把鸡肉洋葱这些不太容易出水的食材给它炒熟 然后呢 把那个切碎的卷心菜 混合沙拉酱 就全都和在一起 然后铺在面包上 比如说硬鸥 你不愿意吃那种硬鸥 然后撒一层芝士 拧点黑胡椒 放进烤箱里面 200度 10到15分钟 就是家庭版的凯撒大地 而且你想堆多少料 堆多少料 对 它们基本都是熟的 或者生的可以吃的 好吃的 还有就是很多妈妈会做的一种 就是把面包 把那个干硬的吐司擀成扁片 裹香蕉 裹香肠 就给它卷起来 像做海苔一样 我已经不行了 蘸上蛋液 炸一下 或者煎一下 对 就是我这么懒的人 我都给孩子做过 是吗 你家有赶面杖呢 可以用雪碧瓶子 赶不均人 一拉罐 可以 这些呢 就是大部分 我们能想到的处理的方法 如果这个面包实在已经难吃到 你不想碰它了 你又不想扔它 你就把它做成面包坑 前提是没有发霉的情况下 没发霉 然后把它烤得干干的 然后把它用搅拌机 打碎 然后再送进去 再烤一下 让它尽量湿水湿到 特别彻底 我的意见就是 比如说这个面包两三天了 你已经不想吃了 你就先给它处理了 不要搁在冷藏里等着 对 一定会长霉的 相信我 还有我觉得特别适合做面包糠的是法棍 因为法棍太容易硬了 太硬了 他刚考出来就很硬 他刚考出来是韧的 撕不动 然后第二天就 第二天就考验我的牙齿 变上武器 就是第二天是打你可以把你打晕 除你可以把你扎死 哎呦太疼了 我吃法棍的时候 这就是上牙糖总是烂的 太疼了 哎呦 这是圣主食 你们听到这就会意识到 其实之前扔多了 对 有些情况是不用扔的了 然后我们说说圣菜 说真的 我不是很想说圣菜 因为我现在经过一次食物中毒之后 我已经不敢留圣菜了 上次我们录食物中毒这一次的节目的时候 我就说过 现在打包对于我来说 纯粹是一种心理安慰 情绪价值 情绪价值 就是我花两块钱买一个心安 买一个我没浪费 绝大概率很少拿出来吃 基本就都是扔了 而且我们现在打包的时候 不会再去把里面的菜类去打包了 就扒了点肉块 大块的 对 比如说上次咱们吃完 我就第二天做了一个盖饭 很好吃 对 所以其实莉莉就是在这个 打包剩菜处理方面 真的是有心得 首先我们先说个简单的 剩菜里的素菜 大家不要考虑再处理了 扔了吧 扔了吧 所有绿色的 对 包括所有瓜类的 你再吃 它真的是 睡过当机的 我不在乎呢 也不行吗 主要是太容易变质了 因为它含水量太高了 就我搁在密封的保鲜盒里头 这个事就是 如果你是做出来 就搁到保鲜盒里 然后直接进冰箱 还是可以的 对 你先别用筷子动它 如果是吃过的 就不要 比如说你去下馆子 打包 那剩菜 你就挑肉 挑肉打包 菜就别打包 对 比如说我在家里头 我就是想明天 先剥出来 我就是先炒完了以后 先把明天要带的 先弄出来 然后直接密封好 放冰箱里头 对 不要听我妈的那个刀子 说是先凉凉了再放 它有点可拉的 这个事我们后边 得统一再强调一遍 对 我们会再说细一点 OK 然后如果是荤菜再处理 我的建议是 首先你在吃的时候 一定要热透 对 热的透透的 这个所谓的热透 就是中心温度到烫嘴 对 表面烫不行 对 一定要咬开 如果里头你还能咬 就再扔回去再热一会儿 就是接触的那个牙 牙就感觉被烫糖了 对 等一下 那微波炉 比如说高火 一般情况下是几分钟 五分钟 我一般是五分钟 对 我会热的都 至少五分钟 就是手伸进去端 我都得撕哈撕哈 那我每次都热少了 我都两分钟 那不行 两三分钟 两分钟最多也就是 断冷 对 就是至少得是冒着热气的那种 你看你真不白食物中毒 对 你太不注意了 我也可以不食物中毒 然后听这期节目 对 然后还有一种就是肉的再处理 就是你重新扔进锅里炖一下 你给它改个味 原来是炒的 烤的 或者是 就是相对来说是 没有汁的 你给它回个锅 加点汤 对 比如说昨天晚上 我吃了烤串 我没吃完 我回家之后 把它从签子上撸下来 第二天 放点辣椒 蒜苔一炒 也是可以的 对 为什么要加蒜苔 就是稍微有点出汁的这种菜 就是你稍微给它 加一点点水 因为烤的这种 如果你还用烤的 或者微波炉 它会硬的咬不动 稍微给它加一点水 去炖一下 或者焖一下 相对来说 口感会好一点 然后有一些 菜就是味道比较浓的 外面挂着汁的 我会用水 把外面的汁冲掉 对 然后再炒 就是要不黏黏 就我就不要那个味了 而且那个汁 是特别容易扒锅的 对 好不容易开的铁锅 不要这么霍霍铁锅 对 然后或者是 你做炒饭的时候 把这些剩的肉 给它重新处理 比如说拿剪刀 然后剪成丁 对 也是可以的 这个炒饭特别好 用这种肉炒饭的时候 你还不用提前处理它 你在快出锅的时候 因为已经很小了嘛丁 你在快出锅的时候 把它搁进去热透 就可以拿出来了 对 不要再炒它一边了 要不也容易硬的咬不动 对 这块我觉得就 可以强调一下 食品安全问题和健康问题了 我们在这详细说一说 就是为什么大家对隔夜饭 隔夜菜那么在意 其实在意的比较多的是隔夜菜 我真是一定要提醒大家 这个饭主食只要长了煤 因为你发现煤 煤菌是相对来说 比较容易长在主食上的 对 就是菜可能不太容易发煤 它很容易发粘 发酸 或者是粘 就是流汤什么的 但是主食是很容易发煤的 你只要看到煤菌了 求求你把整锅都扔了 对 里头已经全是了 只不过你看不见 我因为这个扔过锅 因为刷不出来 很难刷出来 有心理障碍 就是 煤菌这个东西 是到处都存在的 不要相信自己能刷干净 你的那个锅里头 已经敷了 敷到的包子了 我如果放到洗碗机里头 它也刷不出来吗 可以 是心里觉得刷不出来 我问一个问题 假如说 就是一定有忘了的情况 我把碗刷了 我忘了洗垫饭锅 里边那个内胆 然后接下来四五天 我都没有吃米饭 等我再想煮饭的时候 我一打开 里面就是非常丰富的小动物们 花花绿绿的 你是在我家有摄像头吗 我说的是我的事 因为我一个人住嘛 就是你吃饭的时候 尤其是有的时候偷懒 你是懒的给它盛出来了 因为我是属于这个饭 如果我还没有吃 我是让它保着温的 相对来说温度比较高 对 里头是无菌的 我就觉得我 就还是过于自信 我就觉得我盛饭的 那个速度足够快 我给它快速的盛一碗出来 剩下的我就不动它 它温度还比较高嘛 然后我就觉得 哦 它可能是干净的 可别这么想 千万别这么想 一个是你绝对 不会按照你的思路 第二天就把它炒了 再一个就是 当你发现它的时候 这个事情已经不可控了 所以我如果真的发生这样的事 那个锅 我如果不想扔 我怎么处理才能让它没有霉菌了 不可能 啊 不可能 就下一顿煮的新米也带着菌吗 没有 那你煮开这个过程会把它杀菌的 也就是说 比如说 有霉菌的包子 啊 啊 下一顿煮完了以后扔掉 啊 没事不用 还是说我在开水锅里面煮一煮这个内胆 可以 这个可以 但是煮 我跟大家所有人强调一下啊 这个所谓的煮开水煮消毒 至少保持20分钟以上啊 你别烫一下 那叫消毒 那不叫消毒 那叫心理 那我买回来的新筷子也要煮20分钟吗 对 20分钟以上 我原来就是烫一下 烫一下就跟 就是给你心理消毒 所以我们去饭馆 拿开水过一下也不行 那叫洗一下 我扔过两个内档了 真的不记得了 因为这个电饭宝啊 一般如果 这个厨房太小的话 咱们都可以拿出来 就放到外面 对 这个餐桌边上 有可能我们就吃完饭以后 他就不路过那个地方 就直接去洗碗了 就看不见他 所以我现在都养成了一个习惯 就是去盛饭的时候 带三个碗 第一个碗 第二个碗是给我自己这时候吃的 剩下的放到第三个碗 就保鲜盒里头 直接就进米饭 好习惯 可以 不处理完这个碗 我不吃这顿饭 对 他绝对不会生在那个底下 这相当于是改变我们的行为习惯 对 去迎合这个 而且每天这个米饭呀 我会亲自做 我不会放心我老工作 因为他 但凡做完了以后 他盛完这个米饭 他总是会把它放在那边 所以这个做米饭 盛米饭这件事情 我一定要亲自盯着他 抢着去盛米饭 我明白这种执念 我们家很多事都是这样的 就必须我干 我不信你 只要他干 肯定忘 百分之三百 或者又不对 我要不要吃饭 就赚一圈 但我一般也就忘了 这个事只有你在盛饭的时候 可能脑子里还有概念 对 因为你吃完饭的时候 有的时候我们总会打一下 说你收拾桌子 你好真实 对 就忘了 就刚才我们强调了一下隔夜饭 那我们说说隔夜菜 大家可能有个误区 觉得隔一晚上才叫隔夜菜 其实不是 按时间算 你早上炒的菜到晚上它也叫隔夜菜 微生物可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 人家可不睡觉 对 其实我写完这个提纲之后 两天减肥群正好有人问 剩菜 亚硝酸盐 就大家对亚硝酸盐 这个东西好像就是非常的 就听看到这几个字 脑子里那个铃 就好像是科普宣传非常到位 其实我觉得大家是不是有点过度的 恐慌 对 我觉得是 但是我是感觉啊 尤其是素菜 相对来说它价值没有那么高嘛 就是还是不要挑战 因为它其实除了亚硝酸盐 还有一些其他的风险 再有就是它会流失一些东西 而且就是汤汤水水的也不好保存 所以其实我们想在这期跟大家聊一聊 怎么理性看待隔夜菜这个问题 是的 就虽然我们不是很鼓励你吃剩的绿叶菜 但是你要真吃 因为真的有很多人没有那个条件早上做饭 或者说每天吃新鲜的 对 他就是得晚上做饭 怎么办呢 及时进冰箱 对 我希望能在这解除你一些焦虑 焦虑 或者说帮你去正确的少伤害自己一点 对 首先呢 关于亚硝酸盐这个问题 那其实是有一个中毒剂量的 对吧 一次性吃0.3到0.5克的亚硝酸盐 是会引起中毒的 超过3克 会死亡 这就是我们节目的slogan 毒性剂量耍流氓 你得吃多少剩菜啊 对 它这个致癌基里 亚硝酸盐进入身体之后 在胃酸的作用下 跟胃中的 它其实需要蛋白质的作用 对 生成这个亚硝胺 对 其实亚硝酸根也是对健康有影响的 但是它的毒性绝没有亚硝胺那么 对 那么 它是比较强的一个致癌物 对对对对对对 它会增加一些这个癌那个癌的风险 所以不能长期接触的是这个东西 对 其实我们在翻阅一些这个 我们过往能看到的一些食品安全的这个案例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白菜 芹菜 韭菜 这一类产生的硝酸盐是最多的 而有些瓜类的菜 它其实 基本上不太会 因为它本身 含有的就少 对 就是为什么刚刚举的这些容易产生 是因为深色蔬菜里头的蛋白质含量是很高的 大家一直觉得我吃菜不是 是为了吃纤维素 是为了吃维生素 为了吃矿物质 其实不是深色的 尤其是绿色的蔬菜 它的蛋白质含量也很高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它才有可能有原料去形成这个亚硝胺 或者是亚硝酸盐 对 然后你像瓜类这种 就是它基本上全是水 那你说就是 它本来其实就没什么原料 然后放的过程中 又很容易产生水 然后这个亚硝酸盐 它又很容易溶于水 那这种情况下 你把菜汤倒了就行 你可以反向操作 对 你先了解 哪种情况是容易有比较多的含量 对的 你就反向操作就可以了 而且像鱼啊肉啊 豆制品这些 它其实这方面的风险是非常低的 就是我记得看过一个实验 说在室温下放不同原料的东西 比如说三天五天以后 你吃哪个最安全 肉是最安全的 对 就是室温啊 然后这个菜是第二安全的 最不安全的是淀粉 就是主食类的东西 是因为它太容易各种微生物都能在它上头涨了 肉相对来说少糖 蛋白质含量丰富 但是降解蛋白质的这个微生物相对来说比较少 而且它的难度也比较大 然后这个菜呢 它的元素也不是那么的全 所以就是为什么我们前面花了那么那么长的篇幅 去跟大家说怎么处理主食 就是因为主食它太容易坏了 一定要在保存和再处理的过程中非常注意才行 对 所以跟大家总结一下 首先这个剩菜的食物种类不同 它的亚硝酸盐的含量也不相同 然后不管什么食物 它长期放置 它的食品安全风险都是来源于有害微生物的 对 或者我觉得甚至不用加有害微生物 对 冷藏一夜存放的蔬菜里面的亚硝酸盐含量 也是大大低于加工食品的国家标准的 这个一定要大家不要太惊恐 包括很多人问过我说 听说腌制菜里头的亚硝酸盐含量很高 它也是有时间段 对 它也是比如说我在前期发酵的过程中 它是一直积累的 然后在后酵 因为一般来说这个泡菜呀什么 它会有一个后酵的过程是形成风味的 然后这个过程里头亚硝酸盐大概率会被分解 所以说只要你操作得当 保存得当 选择得当 你是可以避免所谓的致癌风险的 亚硝酸盐 亚硝酸盐 中毒风险 对 没错 而且一顿隔夜菜真的离你中毒的剂量差的 就跟吃螃蟹和橙子同时吃会深中毒一样 就偶尔吃一顿问题不大 关键就是吃的频率和量嘛 就是如果你每天每顿都吃剩菜 那我觉得 就是你是 惨不惨先不说 这样真的有可能 它有一个 是积累 积累 因为对于癌症而言 它是多种因素造成的 你不可能说我每天带饭 我就一定致癌 大家不用这么想 我们下一期好好讲讲带饭的原则 对 还是我们那句金句啊 再重复一遍 任何毒物的致癌致肌都必须考虑剂量 以及评刺 我们其实录这期节目也是想要跟大家说 最好还是吃新鲜的 当炖的 对 然后了解一下自己的饭量和处理食材的能力 然后就是最好是 说不到可丁可卯吧 但是最好就是不要胜到第二顿 对 这是最安全的 然后还有人说吃隔夜菜营养不行 其实差在哪呢 无非就是它里面的一些 比如说原生素C 包括叶绿素 叶黄素 番茄红素 这些是容易分解的 其实就差在这儿 还有一些可能出摊的时候 可以随着这个水溶性的一些营养素 可以流失 我觉得如果你清楚的认识到 它可能流失的是这些东西 你有针对性的 在吃剩菜的同时补充别的就可以了 比如说新鲜的果蔬 水果 水果 包括你 哪怕你吃个药片 对 也不是不行吗 咱平时说不要总是没完没了的 无节制的吃一些膳食补充剂 但是这算 合理使用 合理使用场景 对 然后我们说一说 吃隔夜饭要注意什么 说完这个 我们就可以引到下一趴 这个带饭这个话题了 首先 主食和菜不要 霍浪在一起带 对 一定能隔开就隔开 因为这个混合物 它是非常有利于这个微生物的滋生的 碳源跟蛋源给人凑齐了 就是你如果能分隔放 是最好的 如果不能 你就给它 人为的给它分个隔 压一压 对吧 微生物跟你一样 它需要的东西也是 碳水化合物 蛋白质什么一样的 就你要给它凑一块 我吃的它都吃 对 人家长得更开心一样 对 其次呢 就是建议大家在起锅之后 直接用干净筷子 干净勺子 扒了出来 放到饭盒里面 然后迅速放进冰箱 对 你不要为冰箱考虑 它累不累 它费不费电 不要等晾凉了再放进去 就是最多费点电 这个玩意儿不会伤到冰箱 对 它会伤到你 就是要避开4到60度 这个危险区间 对 在这个区间范围内 微生物长得可太快了 而且不要敞开盖放 你别把它放在碗里 就直接放冰箱了 然后第二天放到饭盒里 求求你们放进饭盒里 再放进冰箱 盖上盖密封好 现在某位同志 他特别喜欢那个剩饭 套个菠菜膜放进去 好一些 食品级的可能好一些 如果不是食品级的可能 就一般肯定是专门是 对 但是我是觉得是放在盒里 盖上盖放进去 比较合适 对 我为此还买了很多保鲜盒 对 就是这个有人测过 但是他测的是西瓜 就是西瓜敞着放 然后西瓜盖上保鲜膜 室温放 然后西瓜不盖保鲜膜冷藏放 和西瓜盖上保鲜膜冷藏放 就是盖不盖保鲜膜的影响并不大 还是冷藏的影响更大 那跟你冰箱的干净程度有关系吗 当然有关系 当然有关系 但确实是就是说你冰箱的这个细菌载量再多 它也是空气中的 它也不是 有些老人家的冰箱 那可真是什么都不放心往里放 就感觉盖上盖它都 所以我现在纠结的点是 比如说我们吃完一番剩饭 然后这个东西的话 我是单独直接保鲜膜放进去 还是说我要盛到盒子里头盖上盖放进去 这个差别不大 一样的对吧 因为你已经吃过了 就你的筷子已经扒愣过它了 这个事情对它的影响远比你是盖保鲜膜还是割盒里更大 那我要没吃过的新鲜的新鲜的就是最好还是密封放 放盒里头对吧 还有就是我们经过很多事件的洗礼会习惯性囤菜 但是绿叶菜真的不要囤 不是说烂不烂的问题 绿叶菜它随着储存时间的过长 压瘦酸盐的含量也会升高 它本身就自带 这个是需要注意 它都不是什么翻不翻动 你就吃不吃 你就这么想 它炒完以后 它有什么区别 对于绿叶菜来说 其实影响不大 对吧 它炒和不炒没有什么区别 那保存它不也一样的道理吗 就你炒还是不炒 你保存的是剩菜还是保存的是鲜菜 影响是不大的 你这个炒的过程 杀菌的过程 对于它的腐败没有什么太多的帮助 所以关于这个营养流失 也是那天在群里面聊 我有了一些感慨 我就说几句大白话 首先对于大部分食材来说 我们把它烹饪熟 其实对我们来说更重要的是 它好吃 适口性要提高 好不好看都不说 哪怕难看 你对它的诉求是要吃进肚子里 以及我要提高我对带饭这件事的依从性 如果我每天做饭是让我产生负担的一个事 我根本不愿意做 那其实这件事谈起来就没有意义 是的 教你多少技巧都不好吃 这些比你去死磕 它营养流失了多少比例要重要多 对的 第二就是如果你担心 比如说炒 炒水 炖 或者说隔一夜 它流失了一些营养 那你就多吃几口 你多吃几口就补回来了 除非你往死里炖 往死里炒 或者炒的都烂乎了 那你当顿吃其实也会流失差不多了 对的 第三就是预处理这个过程 可能会流失一部分营养物质 或者说所谓的什么新鲜度 但是把食物做熟这个过程 也会去除一些对我们人体有害的 不易吸收的这些东西 是的 而且这个是更直接的影响 对 它不是说所有东西生吃就能最大程度上的 吸收里面的营养 以及最终的目的 咱今天聊这期的目的是为了方便你携带 或者是处理剩的 你虽然说有的菜 它知冷扎轰的 就是你觉得好像 比如说一斤菠菜 炒熟了就这么点 可是你是愿意带那么点菠菜去公司呢 还是带一斤生菠菜去 这方便程度是不一样 洗着洗着出来一个肉虫子 就是为了方便你携带 方便你鸡肠鹿路路的时候 我工作了一上午 工作了一下午 我盯一下 等上三五分钟我就有热乎乎的饭吃 我不用下楼去取餐 我不用辛苦的去筛选外卖 我为的是这个 对吧 就总体来说 提前做饭 带饭这件事是利大于弊的 就是除非 我说三点例外 你可以点外卖 把这个食物的掌控权处理权去交给别人 你就吃就行了 你就只图个方便 或者 或者你带饭 接受一点流失 同时吃一些膳食补充剂 或者说 比如说维生素片 或者说蔬菜粉 我们经常在群里面跟大家说的 或者你就认认真真 可丁可毛的带饭 计算比例 然后计算时间 计算一下我流失了多少 得出一个非常严格的数字 就是我全流程都要自洽 就是三种情况 你自己衡量一下 做出能让你觉得舒服的选择 最后一种我听着都头疼 有人这样做 对 再有最重要的一点 如果你身边有计较 带饭会不会流失什么 吃隔夜菜 会不会有亚硝酸盐 中毒的风险 你不要嘲讽这些人 也不要说什么 以前我们减肥群友 听友这么说 他也是我们的听友 以前咱小的时候都带饭 大蒸锅一蒸 一吞吞个半个来小时 什么营养都流失了 咱不还是活那么大 不要再说这种话了 你学知识 你提升你的知识储备 你提升你的技能 是为了什么呀 就如果你现在还说这种话 当你的妈妈 你的婆婆 你爸爸 你爷爷奶奶 再说什么 你小的时候什么都没有 什么知识都不懂 我还不是把你拉扯大了 你以后再听到这种话的时候 就不要再去嘲笑他们 因为你们俩没区别 就以前那么做 不代表那么做 就是对的 也是受当时条件所限嘛 对 我们这期有点长 我们就分成上下两期 上半期我们跟大家说了说 这个关于剩的主食 剩的蔬菜 剩的肉类的处理方法 以及我们对隔夜菜的态度 以及我们怎么理性看待隔夜菜 那接下来 我们下一期跟大家说一说 具体怎么去带饭 我特别期待这个 你现在也带饭吗 你不是天天 或者给他做广告 就是因为现在生活 还没有完全上正规 但是我觉得 带饭应该还是我的一个刚需 而且我们是鼓励带饭的 对 就是还是那话 这个损失你是可控的 你是知道的 你交给别人 不仅不可控 还有可能会有伤害 你并不知道 对 我们可能 薛薇多学了那么一点点 可能还能看得到风险 对 所以把我们知道的 分享给大家 对 很多人是不知道 其中有一些风险的 对 这个风险我觉得 就是我们希望的是 大家知道自己吃了什么 知道自己为什么胖 或者知道自己为什么能瘦下来 然后再怎么选择 是你的自由 是的 但是不是说 我们就告诉你怎样做 一定要怎样做 这是我们不想 对 我们在这个过程中 发现很多人真的是 没有一丁点的常识和基础 但这不是错 因为每个人都有这么个过程 对 那过来人就 分享一些经验 对 我们希望你们不要再走 我们以前走的弯路 对 行 那我们上半期就先跟大家聊到这 好 感谢大家收听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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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 本期播客节目 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 您也可以在我们的官网 DAO.FM 找到我们的更多内容作品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在微信 微博朋友圈 等社交媒体转发分享 您的分享 对我们而言十分重要 如果您希望与我们互动 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津津乐道播客 天津的津 欢乐的乐 道路的道 在关注后按提示操作 即可加入我们的听友社群